台中有一個高高過大的 男嬰兒長宏 發現的時候已經沒穿起心跳 送便宜優管救部回來 便宜兒發現說 這嬰兒的生活 上午前結婚有寡相頂頂 嬰兒的北部一開始是說白痴 六月的老白是聲音說 這小孩會哭 會鬧才會跟他打 警方專案會向這上海的DC罪嫌來政辦 男嬰兒的爸爸 這歲了的男嬰兒 讓他帶回去聊天 他的媽媽 小時候的男嬰兒 後面也有警察局 因為他們這高高過大的 學生是沒穿起 沒心跳 上便宜以後 方發言說 貴城區有這麼多黑市和外省 警方認為說案情不單純 警方在日子會保證刑 嚴死來離牆死因 父母兩人在面對警方調查的時候 對於男嬰兒的受傷原因 必重就輕 目前已將兩人列為重要關係 並報請臺中地檢署 指揮偵辦 警方表示在日子的 媽媽接到報案 說台中七當區 有一高高過大的女嬰兒 男嬰兒是沒穿起 沒心跳 經過手機也是選擇不敵 這男嬰兒的北部一開始是說 是因為打在睡才不會穿起 但是白衣 今天發現他整身有這麼多傷 警方跟男嬰兒 就很關閉人 對上海第四座的方向正班 小六的男嬰兒後面給警方 先認說 因為小嬰兒一直好這麼重手 跟打 警方調查在男嬰兒的北部 在今年六月時離婚 男嬰兒和這些都讓媽媽來無用 直到過日子媽媽是帶男嬰兒 對南嬰兒 台中和前男嬰兒 組繫多幾天 所以在日子發生危險的事情 南嬰兒管政府說 這男嬰兒的媽媽在今年五月時 讓他們安排 男嬰兒在六月離婚之後 媽媽是一個人在南嬰兒 請用兩個孩子 專做催俱家庭 男嬰兒這個節目 正是讓其他親戚的照顧 男嬰兒的事 記者綜合報道